云起 再告诉少缅 契泽民故意行凶伤人 看看故意伤人罪 因判刑三到十年 契泽民只感觉菊花一景 吓得话都说出来了 斯敬衡又来了一句 让他更是觉得自己掉进了无尽深渊 判几年吧 他出来后你通知我 夫人大仇未报 怎么能让他这么潇洒 牛逼 云起默默拿起手机联系少缅 等一下 还有富家大小姐说 你是老头子呢 哈哈 云起又被制止 这次是力潜落 老头子 斯敬衡仔细地琢磨了一句这句话 云起 公然污蔑诽谤他人 半年算是便宜的了 还有一个交喘界的扛靶子呢 那可是抢我的狗狗呢 交喘界的扛靶子 斯敬衡忍住笑意 留着他让夫人玩玩 留着 剩下的和契泽民一起让你处理 你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就决定别人的命运 契泽民还在不知死活地嚷嚷 斯敬衡握着力潜落柔弱无骨的小手 这几天吃苦了 听到这句话 一个眼神过去 契泽民就说不出来一句话了 那他就让他契泽民看看 他斯敬衡 能不能左右他的命运 终于所有人该罚的罚 该赏的也赏完了 不相担的人都莫名地松了口气 傅馨如拉着 快要疯狂的几个人 狼狈地离开了这里 不到十分钟 拦倒一逐 总经理主管下台 员工们仿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都激动得议论纷纷 两个人换完衣服 说说笑笑地往商场门口走去 这个时候 顾客都已经走完了 只有商场的工作人员往外走出 斯敬衡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 看到上车的小女人 亲了亲她的脸颊 累不累 丽浅洛笑了笑 心里很开心 本来挺累的 看到你就不累了 听着女人的小情话 男人也笑了笑 不累 我们做点别的事情 她又笑得邪魅 丽浅洛连忙抱着身体 往车门的方向躲了躲 男人低沉有磁性的笑声响起 才让他警觉自己被调戏了 调戏我 好啊 死仇不报非君子 斯敬衡发动油门 熟练地操控着方向盘 车子稳稳地往前驶去 斯敬衡带着力浅洛来到一个饭店 说是一个饭店 其实一个喜欢收藏书画和其实 还有一些老古董的地方 里面的餐厅是会员制 只有七个包间 一般人用餐都不接待 两个人被服务员带到一个叫蓝亭的包间 里面挂着几位当代名人的字画 还有古老的条机上放着几块名识 餐桌和椅子都是清末年间的古董 店里放着优雅的古典清音乐 整体就是非常古色古香 感受着文化的气息和熏陶 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斯敬衡好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店里的总经理 亲自为他们点了几个特色菜 这里的主厨 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厨师 得过许多奖项 做面点和主食特别拿手 平时来用餐的人 都是提前预约这位主厨的 斯敬衡就不一样了 可以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点餐的 菜很快就上齐了 不是很稀针和高档的大菜 而是让人看了很有食欲的当地特色菜 两个凉菜 洛阳特产嗆之银条和绍兴醉鸡 热菜是清蒸鲑鱼和蒜蓉粉丝娃娃菜 主食是酸汤面叶 和葱花烙饼 还有小碗米饭 看着这些菜 力浅洛感觉很有食欲 专心地吃了起来 斯敬衡把鲑鱼翻了个身 沾了蒸鱼齿油汁 往力浅洛碗里加了些许鱼肉 力浅洛吃得更开心了 帅哥 美食美景 所以 一不小心吃了不少 揉着圆鼓鼓的肚子 力浅洛哀嚎 好撑啊 回去怎么睡觉啊 男人好笑地看着可爱的小妻子 不介意陪你运动消食 他好像话中有话 也许是自己多想了 他摇了摇头 那我等会出去走走 看着经理又端上来的 刀工很棒的新鲜水果 力浅洛又忍不住 吃了几口芒果和火龙果 还想吃别的吗 斯敬衡看着力浅洛 心满意足的样子 很满意 不要了 不要了 力浅洛连忙摆摆手 再吃下去 他就走不动了 然后斯敬衡为了让他消消时 叫来了一位资深的讲解员 带领着他们 把玉洛轩上下两层 给讲解了一遍 从明代的时事到现代的自画其实 力浅洛这一趟 来倒是学了不少历史知识 最后还买了一幅 当代一位名画家的石区挂画 回了别墅 舒舒服服地洗了得早 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 不见斯敬衡的人影 打开门看了看书房 门场开着 他在里面对着电脑办公 这么大的集团公司 还有他不知道的产业 天天都这么忙 好辛苦呀 他是不是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吧 想了一下 他静悄悄地下了楼 来到厨房 打开冰柜 冰柜里塞得满当当的 力浅洛打开一瓶牛奶 给他稍微热了一下 端到了书房 斯敬衡看到力浅洛 穿着睡衣 端着牛奶走到自己面前 本来快速打字地手停了下来 我要睡觉了 你喝点牛奶也早点休息吧 不要太累了 很少见调皮可爱的小妻子 有这么温柔体贴的时候 斯敬衡一时之间忘了接过那杯牛奶 力浅洛等了半晌 都不见斯敬衡接牛奶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还是放弃地准备端走自己喝 等一下 斯敬衡站起身来 从他手中接过牛奶 一饮而尽 力浅洛看着空空的牛奶杯 笑眯了眼睛 拿着空杯 子准备下楼 一股力量把他拉了回来 双手紧紧地握着牛奶杯 才避免没有掉到地上 在他准备开口说话的时候 斯敬衡低下头吻上他的阴唇 另外一只手 还不忘拿过他手中的牛奶杯 放到桌子上 两只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把他搂在怀中 将力浅洛抵在书桌上 沉迷在他的独特香味中 后来力浅洛还在纳闷 他明明是去送牛奶的 怎么感觉像是送自己呢 第二天上早班 八点的时候 闹钟就开始响得不停 力浅洛没有丝毫要起床的意思 这个时候 窗帘被一个大厂拉开 阳光照射在床上 直到一只大掌附到他的身体上 力浅洛踩个机灵 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 被子从他身上慢慢地滑了下去 落在他的腿上 看到旁边随意伸出下凉背的长腿 力浅洛才发现 斯敬衡还在旁边 正在似笑非笑地看着迷迷糊糊的他 你怎么在这里 力浅洛问 一脸迷茫 平时他睡醒以后 他都不在身边的 早早地都去了公司的 今天公司不太忙 晚会儿去开个会就行了 难得睡了的懒觉 这是在斯敬衡人生当中 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次数的事情 要不是他的小妻子要上班 他真的很想拉着他在被窝里 盖着棉被聊聊天什么的 力浅洛看了看时间 快迟到了 得赶紧起床 他们可是有全情奖的 他可不想被扣全情奖的 只是 无意间他瞄见了一个不该看到的东西 啊 斯敬衡 你臭流氓 女人把被子扔到床上 尖叫一声 快速消失在浴室内 斯敬衡则是看了看自己 觉得甚是无辜 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他没有吃了 他就已经够他好了 整个早上力浅洛满脑子 都是他看到的东西 以至于吃饭的时候 都心不在焉的 别想了 我送你去上班 他看着女人 一会儿红 一会儿红的脸 知道他在想什么 力浅洛低头 一直玩着手机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车子忽然停下 斯敬衡从他手中 把手机抽走 手机比我还好看 都看了一路 到底在看什么 力浅洛正在刷微博 一个狠见的博主 里面有个黄段子 准备要拉过去忽略的时候 手机被抽走了 力浅洛一脸猛逼的 听着斯敬衡 用他那富有雌性的声音 缓缓地念出那一段 他没看完的文字 斯敬衡 你这个臭流氓 好半天 他才红着脸 夺过自己的手机 男人瘫了瘫手 老婆是你在看 他为自己感到委屈 怎么变成他流氓了 不讲理 力浅洛瞪了他一眼 我没有看 只是滑到那里了 你刚好把我的手机抽走了 他为自己辩解 在家休息了几天的力浅洛 无精打采地 在床上翻来翻去 不行 他必须再找个工作才行 可是他拿的毕业证是影视学院的 难不成现在就跑去影视公司应聘 现在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晚上六点多 斯敬衡就回来 一起吃晚饭 斯敬衡就去了书房 力浅洛道 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我明天要去影视公司应聘 很快 斯敬衡就说 不行 力浅洛觉得 跟他说 还不如不说 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 你明天去SL公司上班 去了云起 会给你安排工作 斯敬衡握紧了手中的手机 当年他就是走上了这条路 离自己越来越远的 他总是告诉自己 哼 我有自己的梦想 等到我实现了就回来 结果他等了多久 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这个月比较忙 下个月才能回到你身边 结果他等了三个月 啊哼 我只是去见一个导演而已 没事的 不听他的劝告 结果他被导演下了药 即使那个导演 被墨家势力判了死刑 那又如何 啊哼 这个颁奖典礼 对我很重要 我一定要去 结果他去了好久 中间还被拍到 和其他男明星 搂搂抱抱 都是因为他所谓的梦想 好了 现在梦想实现了 成了国际巨星 更忙了不是吗 斯敬衡烦躁地 打开了一瓶酒 慢慢地灌着 力浅落最后还是决定 去找斯敬衡 当面和他谈比较好 只是打开书房 扑别而来的 就是刺鼻的酒味和烟味 整个房间没有开窗户 只有昏暗的灯光 房间的烟雾缭绕 让力浅落不适应地 轻轻咳嗽了几下 斯敬衡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依然灌着白酒 斯敬衡你干嘛呢 力浅落从来没见过 这个样子的斯敬衡 颓废忧伤 泛着红血丝的眼睛 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这个眼神 让力浅落有点受伤 别喝了 快去洗澡 生气地夺过他的酒瓶 放到桌子上 试图夺过他嘴上叼的香烟 被斯敬衡头一撇 躲了过去 各烟圈吐在他的脸上 力浅落被呛得直流眼泪 斯敬衡你干嘛呢 斯敬衡掐灭烟头 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 力浅落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得道 走去洗澡 使劲地拉了拉他 没有一点反应 反而最后 斯敬衡轻轻一拉 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 斯敬衡 许别说话 让我抱一会 力浅落真的就不动了 斯敬衡紧紧地 抱着怀中的女人 闻着他身上独特的香味 告诉自己 这个女人会永远陪着他 不会像那个女人一样 浅落是自己的 他的心里 也有伤心事吧 只是他不说 这一刻 他也能感觉得到 是因为那个女人吗 力浅落坐在斯敬衡的腿上 轻轻地搂上他的脖梗 他们都需要一个怀抱 和一个可以相互依靠的肩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他不抗拒他 反而有点依赖他 也许 他从来没有抗拒过吧 就是越来越依赖了 力浅落放了洗澡水 斯敬衡洗完澡后 就搂着他上床了 那天晚上的他 很温柔 让力浅落有种错觉 斯敬衡在床上 心里想的不是自己 第二天 斯敬衡 就恢复了原来冷冰冰的样子 仿佛那天晚上是种错觉 只是那件事 给力浅落提了醒 斯敬衡心里也有人 一个不是他的女人 他还是听着斯敬衡的意思 去SL公司 云奇给了他几个空缺的位置 让他自己看 他最后选择面试进了公司 面膜研发部 做了配方师助理 之所以会选择这个位置 力浅落还是有点心虚的 因为感觉他挺有意思的 才会选择 不过现在他在哪上班都一样 现在的工作 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过渡 等他报完仇 找到爸爸 他一定要去娱乐公司的 要不然 这么多年的努力白费了 他跟的配方师是一个 阅历资深的四十多岁的女人 叫安华 因为是老手 所以 人除了有点高傲之外 没有别的缺点 力浅落第一天上班 对公司研发部 大概的了解一下 就在查资料 和打印资料中度过了 由于是允助理带进来的人 公司同事除了那个几个年轻点的 有点心刀气傲 其他的人都对他挺好的 最近斯敬衡好像真的很忙 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回别墅 其他时间都在公司度过 力浅落和他即使在一个公司 也基本上没见过面 直到有一天 力浅落正在好奇地看着安华 摆弄一些配方做实验 旁边的同事小声嘀咕说 哎 你们知道吗 今天总裁的妈妈来公司了 真的吗 不知道啊 你看见了 张梅好奇地问 对啊 刚好去别的公司送材料 在一楼看到了太后娘娘 刘欣欣手指绕着头发发烧 一脸崇拜地回响 见到总裁妈妈的场景 太后娘娘 只是听说 总裁妈妈走的时候 脸色很不高兴 连这个都能看出来 观察得真仔细啊 不过话说回来 他们口中的太后娘娘 不就是自己的婆婆吗 当天晚上 力浅落就接到了斯静衡的微信 今天晚上下班一起吃个饭 见见妈 这么突然 力浅落猛了 她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还得见婆婆呢 下了班换好衣服 力浅落偷偷摸摸地上了总裁楼层 除了云起 其他人都下班了 云起看到力浅落 连忙迎了过来 夫人下班了 你们boss还在忙吗 她看了一眼大门 就紧闭的总裁办公室 觉得还是敲敲门再进去为好 免得再碰到 像上次那么尴尬的事情 只是云起 没有开门的意思 只是说道 夫人 总裁吩咐您来了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力浅落这才推开办公室的门 斯静衡果然还在忙工作 看到他进来 没有说话 但也没有让力浅落等太久 快速地结束自己手中的工作 关掉电脑 那个 我们先去买个礼物吧 毕竟第一次见婆婆 礼节不能少 都行 斯静衡把车开到附近的商场 力浅落按照自己的意思 给未来的婆婆 挑了一对金香玉的耳钉 看上去大气又上档次 力浅落开心地挽着斯静衡的胳膊 往停车场走去 你妈妈肯定长得很漂亮吧 力浅落仔细看了看 不是一般帅气的斯静衡 觉得自己说的肯定对 那也是你妈 等会见到妈的时候 多淡呆点 斯静衡顿了一下 随即用右手紧紧握住他的左手 力浅落有点纳闷 但但 他是长辈 十分钟以后 力浅落明白了 斯静衡说的什么意思 别墅 少爷少夫人 你们回来了 力浅落刚进别墅 就感觉到气氛十分不对劲 杜嫂的表情也怪怪的 斯静衡若无其事地拉着他的手 往大厅走去 大厅的欧式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 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身上穿着白色的七分阔腿裤套装 脚上是铜色系的鳄鱼嘴高跟鞋 乌黑的长发 看上去很高贵大气 只是那刚做的棕色半永久眉 紧紧地皱在一起 涂着昂贵的大红色口红的嘴唇 紧紧地抿着 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情很不好 妈 这是我的妻子浅落 浅落叫妈 斯静衡紧紧地拉着力浅落的手 像是宣示着什么 妈 您好 我是浅落 力浅落有点紧张 他好久没有叫过妈妈这两个字了 猛地一叫出来 还真有点不习惯 不要叫我妈 沐若嫣直接嫌弃地白了一眼力浅落 啊 你怎么还把这个狐狸精给领回来了 狐狸精 他妈 力浅落有点迷茫 他怎么成狐狸精了 傻傻地看着脸色不好看的斯静衡 妈 力浅落是我的妻子 我希望你能尊重他 力浅落感动地看着旁边的男人 这样就足够了 我不承认他是斯家的儿媳妇 斯家的儿媳妇只有一个人 不是他这个狐狸精 沐若嫣完全认为 力浅落勾引了他的儿子 要不然 儿子怎么会突然抛弃雅威 这个他喜欢了十几年的未婚妻 妈 浅落给你买了礼物 斯静衡对他的话 恍若未闻 然后碰了一下力浅落 力浅落立刻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耳钉 妈 初次见您不知道您喜欢什么 就给您买了 沐若嫣看都不看一眼 力浅落给他挑的礼物 一巴掌拍掉在地 力浅落看着掉在地上的礼物 心有点疼 深吸了口气 刚想说话 旁边的斯静衡就冷冷地开了口 不可理喻 我们上楼 啊 你为了这个狐狸精 居然这么说我 沐若嫣难以置信 斯静衡不理会沐若嫣的话 拉着力浅落 直接上了楼 走到力浅落平时住的房间门口时 他看到自己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 一片狼藉 他这个婆婆是有多不喜欢自己 那他心里的儿媳妇 是谁 不过 这个时候 他应该保持沉默 让斯静衡来解决 杜嫂 紧接着 斯静衡把楼下的杜嫂叫了上来 跟着杜嫂一起上楼的还有沐若嫣 把夫人的东西收拾到我的房间去 斯静衡看都没看沐若嫣一眼 直接拉着力浅落往房间走去 斯静衡 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 住到薇薇的房间 还把薇薇的东西全清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沐若嫣第一次联名待姓地叫儿子 看来真的很生气 薇薇 力浅落听到这个名字 想起了那天 他微信上的微 是同一个人吗 我对您更失望 斯静衡的脚步顿了顿 头也没回地进了房间 杜嫂不许收拾 把他的东西 全部扔出去 沐若嫣看着紧闭的房门 气得手都是颤抖的 如果可以 他真的想把这个女人 也给丢出去 他这个儿子 从小到大都很听话 这次居然敢瞒着家里的人 偷偷和一个女人 结了婚 他调查过了 这个女人之前家庭条件是挺好的 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这种身份怎么可能配得上阿衡 这个女人肯定不简单 他一定不会让他在私家多停留一天 阿衡肯定是对他一时着迷 不行 他一定要微微赶紧来递程 结果 力浅落所有的东西都被沐若嫣扔了出去 斯静衡回房间换了件衣服 带着力浅落去吃了点饭 然后直接到了商场 准备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换成新的 斯静衡 要不然我先搬出去住吧 为了我 你和妈的关系闹僵 不至于 说到底 他们两个结婚领证又不是因为爱情 只是各有所需罢了 为了一个不是很重要的女人 跟家人闹僵 斯静衡怎么这么傻了 去 把这几套衣服给试试 斯静衡直接忽略他的话 快速果断地给他挑了几套衣服去了 把他推进了十一间 力浅落所试过的衣服鞋子内衣 全部打包 斯静衡直接叫来了云启 把他所有的东西 都送回别墅放进自己的房间 云启开口道 夫人 总裁说了 少夫人是他的合法妻子 这也是花他的钱买的 您扔多少他买多少 云启态度不卑不亢的 把斯静衡的话传达到位 木若燕本是怒目原瞪 听到这话忽然笑了 那行 你们放吧 回到房间 木若燕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洗完澡的力浅落 看着柜子里 自己的东西和斯静衡的都放在一起 心里有种莫名的开心 涂完护肤品 力浅落就爬进了被窝 玩了会儿手机 就躺在床上 开始想今天的事情 直到斯静衡从背后抱住他的时候 他才从怎么讨好婆婆的迷茫中回过来神 轻轻地吻了 吻他的后背 力浅落低声恩了一声 无奈地回过身攀上他的脖梗 慢慢地回应他 就在最后一刻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 房间的门从外面被敲响了 两个人都顿了一下 想起来别墅里面出了回家的庸人外 还有一个长辈 力浅落红着脸抓了抓身上的男人 好事被打断 斯静衡烦躁地从床上披着睡 跑下了床 力浅落连忙拿着被子蒙着头 门外果然传来木若燕的声音 啊哼 没打扰你吧 木若燕端着一杯牛奶站在门外 打扰了 什么事 斯静衡挡住木若燕的视线 没有一点表情地看着自己的亲妈 白天那么忙 睡前喝杯牛奶 儿子的直白让木若燕没有任何难堪 反而有点高兴 目的达到了 假装很关心地把牛奶递给他 斯静衡当着木若燕的面 喝得一干二净 然后直接把他推了出去 妈 以后晚上我们进屋以后不要再敲门 免得 你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长睁眼 斯静衡很认真地提醒 这才让木若燕红了红脸 怎么给你妈说话呢 木若燕就是故意在这个时候出现 打断他们办事 斯静衡直接关上门 然后反锁 气得门外的木若燕 真想把儿子床上那个狐狸精 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只是没多久 他还是在门外听到了 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木若燕连忙小跑回了房间 哎哟 他的老脸哟 第二天早上 两个人一起下楼的时候 木若燕已经在餐桌上等着了 看到斯静衡笑眯了眼睛 再看到他身后的立浅落 好心情瞬间都没了 妈 早上好 立浅落忽略木若燕的臭脸色 上前给他打招呼 谁是你妈 脸皮不要那么厚好不好 木若燕毫不客气地讽刺 让立浅落心中泛起火气 斯静衡闻言 理都不理木若燕 拉着立浅落在餐桌上坐下 立浅落有点勉强地 对斯静衡笑了笑 坐在立木若燕最远的地方 准备吃早饭 还让不让吃饭 斯静衡冷着脸 接着夹了一个包子 放进立浅落的盘子里 这个动作摆明了护着他 木若燕看儿子难看的脸色 心情也不爽 我看着他吃不下去饭 立浅落嗖地从餐桌上站起来 对不起阿姨 让你倒胃口了 我现在就走 说着 小跑着上了二楼 去斯静衡的房间 拿着包包下了楼 直接忽略了所有人 换上鞋骑着小毛驴 往公司驶去 公司 云起帮立浅落 推开了总裁办公室的门 就回到工作岗位了 少夫人 我的命交你手上了 斯静衡看到进来的立浅落 和尚手中的文件夹 走了过来 中午想吃什么 他叫自己来 就是问他中午想吃什么 中午一起吃饭 斯静衡见他不说话 又开口道 不了 我中午约了研发部的同事 一起出去吃 这是事实 然而斯静衡以为他还在生气 别生气了 妈住几天就走了 斯静衡把他拉过来 自己坐在沙发上 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 我没生气 我中午真的和同事约好了 立浅落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想 和斯静衡一起吃饭 看到他就会想到他妈 那就推了 我今天晚上最晚一趟飞机 到A国出差两天 你今天必须陪我吃饭 斯静衡拿出手机打给云起 报了几个菜鸣 提前预定 一会儿去带回来 斯静衡 反正你也不是真的爱我 没必要为了我和你妈关系闹僵 要不然 我搬到外面住 皆大欢喜 立浅落直直地看着斯静衡深邃的眼神 不搬 无论我爱不爱你 跟妈无关 妈那边我会解决 斯静衡直接拒绝立浅落的提议 那你爱我妈 斯静衡 他顺势问出了这个问题 所有的女人 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然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斯静衡都没有回答 直接吻上了立浅落的红唇 你猜呢 斯静衡将额头 抵在立浅落的额头上 眼神复杂 只是立浅落有胆猜 也没胆说出来啊 晚上斯静衡出差 立浅落故意莫及到很晚才回别墅 他以为斯静衡的妈妈都睡了的时候 沐若嫣从房间出来了 直接挡在斯静衡的房门前 冷眼看着眼前的女人 谁让你进我儿子房间的 沐若嫣今天穿的真丝睡袍 趁着她的皮肤红润有光泽 立浅落没有回答沐若嫣的问题 只是笑着说道 妈 明天我再给你买件白色的睡衣吧 你穿这个颜色 显得皮肤真红润 年轻了好几岁呢 沐若嫣听了立浅落的话 虽然心中有点高兴 但是依旧翻了个白眼 你不用讨好我 这种话 我听多了 没用的 我说的是真的 没有刻意讨好您 您是我老公的妈妈 我们的长辈 我很尊敬您的 立浅落发誓 她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然而就是她这个婆婆 不愿意相信她 不用你的尊敬 滚出去 不要进我儿子的房间 沐若嫣食指着楼梯口 没有儿子的庇护 她让她乖乖地滚出去 是啊 斯静衡是您儿子 也是我老公 我为什么不能进我们自己的房间 立浅落最后一丝耐心 也被磨得没有了 这婆婆怎么那么难缠呢 就认准了自己是个狐狸精 木若嫣闻言 不客气地笑了起来 怎么 还真拿自己当这个别墅的女主人了 这是我们私家 你给我滚 立浅落看到木若嫣这个样子 也懒得再说什么了 直接扭头走人 骑着小毛驴找了个酒店 直接开了个房间 本来想着开个一般的凑合一晚上算了 但是 想到她妈还不知道在这几天呢 直接先开了两天豪华套房 A国刚下飞机的斯静衡给手机开机 就收到了提醒短信 尊贵的VIP顾客 您好 您于晚上9点46分在特莱斯酒店 消费了1688元 祝您用卡愉快 这张卡正是她给立浅落的那张黑卡 这么晚了 消费了这个数字 去外面开了房间 一个电话拨过去 立浅落刚洗完澡准备睡觉 看到斯静衡的来电 接通电话 在哪 斯静衡还真聪明 知道她没在家 酒店 她也不打算隐瞒 那你在那先住两天 云起没来 有事给她打电话 斯静衡确定她的平安 才放下心来 好 立浅落 她轻声呼唤 说不出的性感 嗯 她轻哼出声 我想你 她刚才说 立浅落我想你 女人嘴角忍不住上扬 我说四总 我都不在你身边 还聊妹纸呢 本会你自己不好受 别怪我 你不在 没兴趣 那边很干脆 好啊 那我等着你 等着你回来哦 后面几个字 立浅落说得甚是温柔 立浅落给我等着 斯静衡挂断电话 嘴角上扬 刚几个小时不见 都敢调戏她了 这个小女人又欠收拾了 立浅落因为斯静衡这个电话 心情好了不少 玩了会儿手机 便沉沉地睡去 清晨五点多 酒店的总统套房楼层 一个女人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 从房间里亮腔地跑了出来 跑到酒店的安全通道内 颤抖地拿出背包里的手机 翻来翻去 只有立浅落一个人可以联系 熟睡中的立浅落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迷迷糊糊地拿过手机 早上五点 婉婉这个时候打电话干嘛呢 立浅落接通电话 婉婉 浅落 玉婉婉的声音很小 像故意压抑住的 好困 怎么了婉婉 立浅落眼睛都睁不开 浅落 打扰到你了 我出了点事情 我过去 你来找你吧 玉婉婉躲在酒店的安全通道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立浅落一个清醒 从床上坐了起来 清晨有点凉 伸手把空调给关了 玉婉婉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 咬紧下唇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见面再说吧 我在特莱斯酒店 2033房间 立浅落关掉床头灯 下了床 穿上鞋子 打开房间的大灯 特莱斯 玉婉婉正正地看着台阶上 贴得温馨标语 特莱斯五星级酒店 欢迎您 玉婉婉三分钟内 敲响了立浅落的房门 吓了她一跳 这么快 当看到有点乱七八糟的玉婉婉的时候 立浅落就知道出事了 她脖子里的痕迹是那么的清晰 作为过来人 她当然知道这代表了什么 浅落 玉婉婉扑进立浅落的怀里 开始抽气 立浅落把她拉到沙发上坐着 问到底怎么回事 玉婉婉哽咽着 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说了个详细 玉婉婉这两年 在兼职一个16岁孩子的英语家庭教师 昨天那个孩子跟家里吵了架 独自跑到酒店开了个房间 孩子的家庭条件很好 所以孩子手中不少钱 直接开了个总统套房 家里人看到孩子在酒店 开了房 很担心也很着急 因为第二天孩子要考试 家长无奈之下 联系了孩子的家庭教师 让玉婉婉去给她送用具 还有书本什么的 顺便把今天的课程补上 玉婉婉带着孩子的东西就找来了 到了特莱斯酒店总统楼层的时候 他听到一男一女 在房间门口起了争执 玉婉婉不爱管闲事 本想着直接当作没看到 直接走过去 谁知被那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直接拉住了手腕 并且立声说道 给我滚 今天我上了 谁都不会上你 接着惊呆了的玉婉婉 就被拉进了一间总统套房 门狠狠地被关上 那个男人好像被下了药 玉婉婉都能感觉到他的不对劲 任凭玉婉婉怎么挣扎 怎么哀求 那个男人都没放过他 他说 帮我 你想要的一切我都给你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 那个男人才熟睡过去 玉婉婉忍着全身的不适 从他的房间溜了出来 他无意间看到 地上一个小小的军牌 上面写着 A国上校李优寒 听完玉婉婉的描述 力浅落低头扶额 他们姐妹俩的第一次 怎么都那么狗血 那个男人在哪个房间 我替你去找他算账 力浅落说着就站起身来 往房间门口冲 不用了 浅落 找到又有什么用 我现在好累 想休息 玉婉婉现在真的很累 只想睡一觉 那你先去泡得早 放松放松身体 黎优寒是吧 他记下了 总有一天要替婉婉报仇 看着玉婉婉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力浅落轻声关上门 就去上班了 公司研发部 刚进研发部的门口 力浅落就发现很安静 并且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各种眼神 大部分都是厌恶和轻蔑 他眨了眨眼睛 低头看了看自己今天的穿着 没有问题啊 看了看时间 虽然离打开时间只剩下两分钟 但是他也没迟到啊 同事们怎么了 力浅落带着疑问 往自己的位置上走去 远远地就看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坐了一个人 往前走了几步 他伸头看了看 到底是谁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你好 这是我的位置 力浅落话音刚落 他的椅子就转了过来 坐在他位置上的不是别人 正是斯静恒的亲妈 他的婆婆 阿姨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力浅落感觉不妙 脑子飞快地转着 怎么应付这位太后娘娘 狐狸精都跑到我儿子公司内部来了 我这个做妈的来看看 帮他解决解决问题 给他减轻减轻负担 慕若燕轻蔑地白了一眼 自己面前这个表面上看上去 比较清秀的女孩子 她今天要让她难看 然后知难而退 阿姨 你嘴里挂的狐狸精真抬举我了 我还没有勾引你儿子的本事 终于明白同事们的眼神是怎么回事了 他也太有面了 居然被婆婆闹到了公司 哼 我明确告诉大家 我儿子斯静恒在C国是有未婚妻的人 这个力浅落天天缠着我儿子 我说他是狐狸精 有错吗 慕若燕加大了嗓门 整个研发部都听得清清楚楚 接着就响起了滴滴的议论声 怪不得影视学院毕业的 都能进我们研发部 原来如此 力浅落还是允助理亲自送进来的 还想着他和允助理有一腿 原来是勾引总裁啊 原来是个狐狸精 怪不得长了副好看的皮囊 对啊对啊 怎么这么贱呢 如果不是真的 总裁妈妈会专门到公司来吗 听着大家小声的议论 力浅落叹了口气 您是长辈 我尊敬您 叫您一声阿姨 可是你身为长辈 应该有个长辈的样子才对 怎么能这么对我 麻烦慕女士离开 上班时间到了 我该工作了 力浅落把包放在电脑面前 佩戴上胸卡 摆明了 碾人 谁陷害你的尊敬 供什么做 别在这祸害我儿子的公司 赶紧从公司滚出去 要不然 我今天让保安把你拖出去 慕若燕看见力浅落就讨厌 怎么可能让他继续就在这 周围同事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难听 力浅落脸色早就红得要滴血了 好啊 我走 请给我一个让我滚蛋的理由 力浅落努力让自己淡定 告诉自己 这是斯敬衡的妈 她的婆婆 理由 我站在这就是理由 够了吧 我说让你滚 你就得滚 慕若燕站起来 把力浅落 网研发布的门口拉 这个时候 云起刚好走到门口 看到慕若燕直接说 夫人 总裁的电话 慕若燕听到儿子的电话 咬着牙 狠狠地白了一眼云起 肯定是他告的状 只得松开力浅落 生气地拿过云起的手机 放在耳朵上 你身为总裁的妈妈 您不知道你的形象很重要吗 斯敬衡冷冷的声音 从那边传来 她对于慕若燕 这样对待力浅落 失望极了 你还知道 我是你妈 话都不听了 慕若燕狠狠地瞪了一眼力浅落 去了一边接电话 力浅落揉了揉发痛的手腕 尴尬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今后让她怎么面对他这些同事 怎么再研发布待下去 整整一天 没有一个同事 愿意和力浅落在一起 并且很多老员工 趁机和起火来整他 给他加大工作量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工作才结束 别的人早就下班回家了 整个研发部就他一个人 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 力浅落又想起白天的事情 一阵 委屈打心底生气 刚红了眼圈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手机响了起来 是斯敬衡 他擦了擦眼泪 深呼吸接通电话 喂 在哪 斯敬衡接到云起的消息 说他下班的时候 力浅落还一个人在公司加班 公司啊 下班了 力浅落一个手开始收拾东西 这个时候 接到斯敬衡的电话 对他来说 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电话那头 斯敬衡 听到力浅落浓浓的鼻音 顿了顿 你哭了 力浅落听到他这么肯定的说出来 泪水更加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 其实 他也不知道这一刻自己是为什么哭 是觉得自己委屈吗 没 昨天晚上冷气开得太凉 感冒了 力浅落死不承认 还扬起比哭还难看的微笑 他告诉自己不能哭 女人 我傻妈 斯敬衡不高兴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制服都懒得换了 拿起衣柜的便装 往公司外面走去 想我了 电话那头嘀嘀的男生 让力浅落微红了脸 没啊 从包里翻出来 指尽擦了擦眼泪 扔进垃圾桶 没有啊 那我再等等吧 男人穿着酒店准备的新睡袍 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机 点燃一根烟 缓缓地吸了一口 往阳台上走去 俯视A国的夜景 斯敬衡 你怎么那么讨厌 力浅落气呼呼地娇称 讨厌我 浓浓地警告 回去收拾你 赤裸裸地威胁 力浅落无聊地踢着地上的石子 慢慢地走在马路边上 看着人来人往 想起从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开始 无论是在七泽民和傅新如面前 还是在他亲妈面前 都有他护着自己 斯敬衡 有你保护的感觉真好 你是我老婆 不护着你护谁 别的女人吗 他调侃 果然电话那边就传来力浅落 激励呱啦的抗议和各种威胁 你敢 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你只能护着我一个人 你要是敢护着别人 我就打断你的那条腿 然后给你戴绿帽子 力浅落又想起那天 公司的那个女人 还有他妈口口声声说的 她的未婚妻 她在等 等着斯敬衡主动给她解释 她的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或者 她也没有必要给自己解释 毕竟他们两个的婚姻没有爱 斯敬衡有些哑然失笑 他可以想象到 他张牙舞爪的样子 你要是敢给我戴绿帽子 那你以后就别想下床了 还想着给他戴绿帽子 看来在某些事情上 他还需要继续加油 你可以不可以 不要这么流氓 看到你 我就想耍流氓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的门突然被敲响 被打断和老婆 电话缠绵的斯敬衡 脸色有点不好看 打开门 看到外面站的人 脸色更冷了 两个身材火爆 衣着暴露的美女 姿态妖娆地站在门口 斯总 我们姐妹来陪你 哟 斯老板好雅兴 看来出差到美人窝了 电话那头的李浅洛 听到女人 尖着嗓子说话的声音 开始不淡定 斯敬衡听到李浅洛的故意恶心 闭了闭眼 这赫连宇拓 绝对是故意的 给我滚 斯敬衡一个冰冷的目光扫向门口 两个女人赶紧溜走了 妈呀 好可怕的男人 滚就滚 李浅洛直接挂了电话 虽然知道他不是在让自己滚 但是 他还是很生气 很生气 他觉得自己更委屈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嫁夫从夫 恪守本分 贤良淑德 而还要背上狐狸精的骂名不说 老公还桃花朵朵开 斯敬衡又是一个电话过来 李浅洛直接给挂了 只是很生气的 给他发了条微信 我要让你头顶天天冒绿光 男人赶走不相干的人后 准备哄哄生气的老婆 只是老婆不是一般的生气啊 看到头顶天天冒绿光几个字 斯敬衡觉得自己有必要 尽快处理好这边的事情 提前回去 老婆息怒 回去给你赔罪 先安抚安抚那个小女人 免得气得睡不着觉 李浅洛看到这句话 还真是消了一半的气 心里想着 这还差不多 还知道自己有老婆 那两个姐妹花呢 是不是准备伺候你呢 她必须确认一下才行 要是她敢偷吃 放心 已经走了 斯敬衡右手开始用电脑打字 这还差不多 就你桃花朵 我还一个人在这独守空房 李浅洛牢牢叨叨的 老公回去补偿你 斯敬衡的笑意 已经很明显了 斯敬衡 天天满脑子黄色思想 天天耍流氓 说好的高冷呢 是你说的 你独守空房 怪我 李浅洛又不依不饶地 扯了半个小时 最后 自己走回了酒店 才挂断电话 有种舍不得挂掉电话的感觉 她是不是太缠着她了 只顾盯着快没电的手机发呆 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和她擦肩而过 对了 她还没吃饭呢 好啊 在附近找了个饭店 吃了点东西 又给玉碗碗打包带了份 才回酒店 回到酒店 玉碗碗坐在窗台上发呆 看到李浅洛回来了 站了起来 碗碗 快点吃点东西 李浅洛将披萨给玉碗碗拿出来 又给她打开了果汁 浅洛谢谢 快吃 吃碗我带着你 去找那个男人理论去 李浅洛都想好了 一定要让她对碗碗负责 就像斯敬衡对自己这样 说不定那个男人也会对碗碗这么好的 我不去 玉碗碗咬了一口披萨 想起昨晚的事情 满脸通红 尚赶着被负责 肯定不会被珍惜 不就一层魔吗 玉碗碗同志 你傻了 不能白白被她睡了呀 她是军人吧 军人都是重承诺的 李浅洛说的义正言辞 完全忘了自己当初被斯敬衡睡后 不也是逃了吗 玉碗碗是真的饿了 开始狼吞虎咽的吃晚餐 在她吃了一整个披萨 和一份海鲜炒饭后 李浅洛硬是对她逼供出来那个人的房间号 整个走廊都没有人 只有他们两个人拉拉扯扯的 往总统楼层走去 李浅洛跑去敲门 半分钟后 就在他们以为没人的时候 门开了 但是出来的是一个女人 一头酒红色利索的短发 画着黑色眼线的双眼透露着金光 微厚的双唇涂着橘色口红的唇彩 身上穿着黑色的上衣短袖 下面穿着黑色的短裤 脚上是平底黑色凉鞋 李浅洛看到还有个女人 火气顿时就上来了 李优涵呢 让她出来 蒋晶晶看着眼前这个火帽三丈的女人 有点磨 明其妙 不过 这个女人眉眼之间 感觉跟李优涵怎么那么相似 你找优涵做什么 身为女人的蒋晶晶看到女人 还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来找李优涵 立刻警惕了起来 昨天晚上让李优涵拉了别的女人 进了她的房间 是她人生最大的失误 你是她什么人 让她本人出来 睡了我的人 就想这么算了吗 李浅洛感觉到了蒋晶晶的警惕 她在猜测这个女人 是不是李优涵的老婆什么的 睡了你的人 蒋晶晶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昨天晚上 那个女人和她什么关系 对啊 赶紧让她出来 躲着藏着 算什么男人 李浅洛高傲地将下巴扬起 面对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 就得在气势上先压着她 可惜 她不在 蒋晶晶瘫了瘫手 她也在这等李优涵半天了 郁婉婉听到那个男人不在房间 松了口气 悄悄地拉了拉立浅洛的裙子 眼神往来的方向瞟了瞟 示意她该离开了 那你是她什么人 立浅洛拍了拍郁婉婉 拉着自己裙子的手 板着脸问蒋晶晶 一副茶人户口公事公办的表情 妾 我是她什么人 关你什么事 蒋晶晶双臂交叉 靠在门框上 有点目中无人的不去看立浅洛 立浅洛一把拉过 努力隐藏自己的裕婉婉 看 以后这个就是李优涵的女人 识相地赶紧离开这里 蒋晶晶看到裕婉婉 脸色变得很难看 果然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 一把拉过裕婉婉 你给我过来 昨天晚上是不是故意出现这里的 你是不是早就暗恋裕婉 快说 立浅洛看到蒋晶晶拉住玉婉婉 上前掰开她的手 你放开婉婉 顿时三个人纠缠在一起 三个女人一台戏 看得服务员都目瞪口呆的 总统楼层的电梯 盯的一声响后 走出来了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 他含着脸 看着自己房间门口 拉拉扯扯的三个女人 连一步都不想再往前走 准备转身之际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 她现在满眼都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 以至于忽略了背对着她的立浅洛 她大步走上去 一把将玉婉婉 从蒋晶晶手里拉了过来 三个女人都愣在了原地 立浅洛猜测 这个应该就是李优寒了 刚想说话 李优寒就把玉婉婉 拉进了房间 直接关上门 把他们两个给关在门外 气得蒋晶晶直跺脚 立浅洛得意地看了一眼蒋晶晶 刚才这个男人也可以忽略蒋晶晶 看来这个女人在她心里也没什么地位吗 蒋晶晶狠狠地瞪了一眼立浅洛 气得往酒店外面走去 走廊里就剩下立浅洛一个人的时候 他傻眼了 玉婉婉和那个男人单独在房间里面 那个男人会不会对他做什么更过分的事情 魏婉婉 开门 丽浅洛连忙按起了门铃 接着又用力地拍着房门 过了一会 门从里面打开了 是玉婉婉 丽浅洛松了一口气 浅洛走吧 玉婉婉拉着丽浅洛 一脸平静地回到了他们的房间 回到房间 丽浅洛连忙问什么情况 玉婉婉笑了笑 摇了摇头 没事了 现在彼此不认识 以后也不会认识 丽浅洛看着平静的玉婉婉 有点纳闷 你们说了什么 这么快你就出来了 是不是他不愿意负责 想到这个可能 丽浅洛搜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一副又要求给他出头的架势 浅洛 不是的 玉婉婉婉无奈地拉着 火爆脾气地丽浅洛坐下 然后把大带的事情给丽浅洛讲了一遍 相反 那个男人愿意对他负责 只是他不愿意离开帝城去A国而已 他的家在A国首都 来帝城只不过是有点事情 只在这里停留三天 他说如果他愿意 他回A国之后 就准备结婚事宜 两个人都很平静 他拒绝了 两个陌生人不能因为一次犯错 就绑在一起一辈子 后来那个男人给他留了个电话 说有事随时联系他 就放他走了 既然他自己都决定了 那丽浅洛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是为晚晚晚惜 第二天丽浅洛去上班的时候 事情已经越演越烈 现在整个公司都知道丽浅洛 靠勾引总裁才进的公司 所以他走到哪儿 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丽浅洛觉得心好累啊 不过他决定让自己强大一下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就好 又是疲惫的一天 整个研发部的人 都把他孤立得远远的 只有在想偷懒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工作都丢给了丽浅洛 下午六点 公司的同事都陆陆续续的下班了 只有丽浅洛还在努力的 手打一份面膜配方资料 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丽浅洪 喂 丽浅洛有气无力的接通电话 手上打字的动作还没停下 怎么还不下班 丽浅洪已经等了半个小时 一点耐心都没有了 再忙啊 资料还没打完 明天同事们都着急用 丽浅洛也很无奈 他也急着下班啊 丽浅洪文言 皱了皱眉头 挂掉电话 给云琪打了个电话 丽浅洛无精打采的走到休息室 换下工作制服 拿着包包就往公司外走去 外面的天还没黑 一出公司 就有股热气扑来 闷热的天 丽浅洛的心情很不好 刚想往地下停车场 去找自己小毛驴的时候 一个大 掌拉住了他的手腕 吓得丽浅洛 差点惊叫出声 看到是丽浅洪 硬生生的把要吐出的字 给憋回去了 闭上眼睛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吓死了 这么害怕 想什么呢 丽浅洪好笑的看着 被吓得不轻的小女人 有这么可怕吗 这人怎么也不说一声 就无声无息地出现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丽浅洛白了一眼 一脸无辜的丽浅洪 真是人吓人 吓死人 惊喜变惊吓呀 我可是提前一个晚上赶回来的 不开心吗 如果他敢说个不字 那么丽浅洪就不开心了 开心开心 当然开心 丽浅洛被丽浅洪拉着手 走向路边的麦巴赫 一起坐了上去 丽浅洛是真的开心 看到丽浅洪 有种能依靠的安全感 瞬间全身的疲惫也没了 丽浅洪满脸柔情地看了看小女人 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停下车 在丽浅洛莫名其妙的时候 丽浅洪把他拉下车 打开后座车门 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一日不约 如隔三秋 丽浅洪将他压在后座椅上 仔细地看着怀中的他 出差两天 满脑子都是他的身影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无语 这个男人啊 那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吧 丽浅洛脸红了红 呼吸快了几分 丽浅横浅笑 那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现在非常想念他的味道 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 低下头封住他的红唇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 晃动了许久的豪车 终于停了下来 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 他坐回主驾驶 回头看着小女人 都可以吧 他也没什么想吃的 听到他这么说 丽浅横直接开着车 去了丽浅洛住的酒店 你真的不回家吗 丽浅洛看着男人轻车熟路的 将车开到酒店地下停车场 疑惑地问道 丽浅横干脆地摇了摇头 直接拉着他进了酒店的电梯 丽浅洛娇称地看了他一眼 最后被他硬是按到了浴池内 第二天日上三杆 丽浅洛还在呼呼大睡 丽浅横让云琪找个理由 给他请了个假 只是这样一来 公司议论的人就更多了 下午的时候 丽浅洛才睡醒 两个人一起找了个饭店 吃了点东西 丽浅横带着他 就回到了别墅 路上丽浅洛还在想着 怎么应付家里的那位太后 肯定又是各种找茬 心塞 果然 刚步入别墅 他还没看到人 就听到了声音 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 想上班就上 不想上班就不去了 慕若嫣看着和丽浅洪 一起出现在别墅的丽浅洛 又是一阵冷嘲热讽 不等丽浅洛说话 丽浅洪就开了口 妈 C国公司那边过来电话 说您新推出的那款珍珠面膜 有些人用过以后有过敏现象 私人飞机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您赶紧过去处理吧 什么 慕若嫣听到这个消息 果然很惊讶 研发新的面膜是他的最爱 听到会过敏 慕若嫣连忙上了楼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 就急匆匆出了别墅的门 力浅洛看着慕若嫣 就这样跟打酱油一样的匆匆走了 有点惊讶 思敬补可真是有办法 公司那边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可以不用去 在家待着就行 思敬衡虽然不在公司 但是公司的一切他知道的清清楚楚 不用 妈都走了 往后应该没什么事情了 在家待着他会发狂的 还不如上班呢 明天就可以搬去珍珠泉那边了 打开卧室的房门 力浅洛看了看他们的卧室 感觉这边就挺好的 不过他说班那就班吧 这几天 他一直想问思敬衡一个问题 但是问出来那个答案 会让自己失望 所以 力浅洛在纠结到底要不要问 思敬衡看着他有话要说的样子 就这样盯着一直纠结的他 我爸爸有消息了吗 力浅洛还是轻声地问了出来 有人在沿海附近见他出现过 当我们的人找过去的时候就不见了 虽然很失望 但是知道爸爸还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力浅洛还是安得安心 第二天搬家的时候 力浅洛没有参与 杜嫂他们几个人几乎 把所有的衣物都带了过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没有沐若嫣的针锋相对 两个人越来越如交似漆 力浅洛和思敬衡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总爱跟着他 无论走到哪里 思敬衡也总是缠着力浅洛和他各种缠绵 无论走到哪里 直到某一天 一个女人的出现 力浅洛的人声又开始洗了牌 那天 天气依旧炎热 一辆兰博基尼跑车 稳稳地停在SL公司门口 正是下班时刻 很多员工往公司门外走来 一个穿着淡紫色收腰上衣 白色包囤裙的女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头惹眼的淡紫色长发披散在背上 大大的墨镜遮住半张脸 只露出那高高的鼻梁和唇上 涂着霉红色的口红 所有人的眼光都被吸引到这边 女人早就习惯了各种经验 羡慕妒忌的表情 只是笔直地往公司里面走去 引来了不少人的议论纷纷 莫雅威 人群中有人试探着高呼了一声 所有人的脚步都停止了 看着那个女人的反应 总裁和莫雅威认识 男才女貌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啊 又不敢回公司看 真遗憾 那可是莫雅威啊 莫雅威早就打听到了 斯静衡的办公室在哪 直接就按了电梯直达总裁专属楼层 总裁办公室里 莫潜落正在磨着斯静衡去吃火锅 斯静衡就是不松口 莫潜落无奈 想用色诱 直接坐到斯静衡的腿上 老公 就这一次好不好 莫潜落将手腕攀上斯静衡的脖梗 脸在他胸膛上蹭过来蹭过去 斯静衡看着自己的老婆耍赖皮的样子 差点笑出来 不过表面上还是装着没商量的样子 想看看莫潜落为了一顿火锅 到底能做到哪种地步 莫潜落看到斯静衡没反应 直接用双手捧住斯静衡的脸 狠狠地亲了一口 斯静衡没有放过这块主动送上门的肉 直接吻了回去 就在两人吻得难舍难分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推开 两个 人同时向门口望去 莫潜落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女人 就这样推开了总裁办公室的门 没有人阻拦 刚想问斯静衡这个人是谁 想起自己还在斯静衡的腿上坐着 连忙站了起来 这里毕竟是公司 只是 他看到了斯静衡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散发出的冷气 能冻死人 怎么了 厉潜落顾不上来人 好奇地问 情绪异常的斯静衡 斯静衡把厉潜落重新拉回怀里搂着 仿佛没有看到来人 啊 我想你了 莫雅威去掉墨镜 认认真真的看着她的男人 也很满意地在厉潜落的脸上 看到了惊艳的表情 我的妈妈咪啊 她看到了谁 国际天后莫雅威 真的是莫雅威哎 厉潜落这个反应慢慢拍的 还没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 不对 刚才她说她想斯静衡了 厉潜落的小脸刷的就变了 紧紧地搂着斯静衡的胳膊 一脸防备地盯着莫雅威 斯静衡 什么情况 厉潜落小声的 问依旧阴沉着脸色的男人 没有说话 厉潜落眼珠子转了几圈 想起斯静衡手机上的威 还有婆婆口中的威威 难道是她眼前的国际天后莫雅威 你好 我是阿恒的未婚妻莫雅威 莫雅威对着莉潜 落落落大方地打了声招呼 如果她和斯静衡没有关系 她会很兴奋地扑上去 和所有粉丝一样 要签名要合影 只是这个女人来者不善 斯静衡的未婚妻 你好 我是斯静衡的老婆 莉潜落 场面很诡异 没有第四个人敢露一点头 发出一点声音 莉小姐 想吃火锅吗 我请你如何 莫雅威上前走了两步 脸上依然是迷人的笑容 莫小姐 你好不容易来趟地城 应该是我和我老公作动 请你猜对 莉潜落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谁不会做笑面虎 莉小姐口口声声叫着老公 未免也太不把我这个 被斯家承认的未婚妻 放在眼里了吧 莫雅威并没有放着斯静衡的面 给莉潜落翻脸的意思 但是她需要知道 这个女人 在斯静衡心中占多少位置 斯家所有的人都承认 还不如法律承认来得实在 毕竟现在是法治社会 莉潜落狠狠地捏了一下 一直沉默的男人 斯静衡被捏的地方一通 无声地叹了口气 你说的没错 可是静衡不爱你 也没关系吗 莫雅威很肯定 斯静衡心里有自己 十几年的感情 说放就放吗 没关系啊 我爱她 她能在我身边足矣 莉潜落努力忽略心中的那抹痛 脸上的笑容依然明媚 守着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莉小姐心可真大 还是图点别的 莫雅威优雅地坐到沙发上 不想把莉潜落这个小角色放在眼里 斯静衡散发着生人物尽的冰冷气息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直接拦着莉潜落的肩走出了总裁办公室 莫雅威看着他们的背影 告诉自己 无所谓 不过 她还是急不追了上去 在两个人走进电梯前 莫雅威不顾一切的 从斯静衡背后拦住她的腰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 秘书们下得赶紧低头工作 其他的也没有一个人 敢发出一点声音 莉潜落看着 自己老公腰上的那双胳膊 直接给她掰开 把她推到一边 莫小姐 我是斯静衡的老婆 还有脑子是个好东西 希望你有 莉潜落的脾气上来 冷冷地看着 亮呛了一下 扶着墙的女人 阿衡 莫雅威没有感觉到难堪 只是用弱弱的声音 呼唤了一声带的男人 莉潜落明显感觉到 斯静衡的变化 阴冷的气息 因为她轻轻地呼唤 消散了许多 有一抹痛在心中划过 在这之前过去的那些女人 都是浮云 这个才是这个男人打心底的最爱吧 浓浓的危机感像洪水一般朝她涌过来 阿衡 我想你 莫雅威楚楚可怜的声音 让她这个女人听了多心疼 你先回家 我晚话回去 斯静衡给力潜落按开电梯 让她先进去 我不要回去 我和你在一起 心底有个声音 疯狂地告诉她 不能让这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乖 别闹了 我处理完就回去 斯静衡揉了揉她的头发 异常地温柔 最后 力潜落赌气地 头也不回地 钻进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之前 连看都不看斯静衡一眼 你们都下班 冷冷的命令声响起 所有的密说 一哄而散 总裁办公室门重新被关上 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斯静衡沉默地站在窗台前 俯视整个地城 莫雅薇忧伤地走到 背对着她的斯静衡后面 拦上她的腰身 啊 我来了 以后我就待在你身边 哪都不去了 别丢下我好不好 莫雅薇泪眼婆娑 安静地将脸贴在她的背上 久违的气息 让她很安心 如果没来到地城之前 甚至在没有遇到力潜落之前 斯静衡听到莫雅薇这番话 绝对二话不说把她取进门 可如今一切都晚了 啊哼 听到她简单的两个字 莫雅薇气不成声 斯静衡松开她拦在自己腰间的手 转过身看着哭成泪人的女人 默默地叹了口气 别哭 我不值得 高傲如莫雅薇 除了演戏 从来没有哭成这样过 即使在她面前 你值得 你是我唯一爱的男人 爱到心肺的男人 爱了十几年的男人 为什么不值得 莫雅薇哽咽的声音微扬 她 不要放弃这个男人 力潜落心气不顺地回到别墅 心里有点委屈 斯静衡是不是要回头了 她该怎么办 她也没有资格质问他们的以前 就像斯静衡从来没有问过 她和汽泽明的以前一样 杜嫂看到力潜落坐在客厅发呆 很好奇 夫人 今天晚上不是不回来吃饭了吗 力潜落这才回过神 不吃了 我先上楼了 杜嫂疑惑地看着明显不对劲的力潜落 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少爷也没回来 那天晚上 力潜落等了一晚上 最后 斯静衡还是没有回家 力潜落看着自己睡得偌大的床 一阵发愣 是不是从那个女人出现开始 她以后就要过这种生活了